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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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即使攻略》的时间 我是叶不乐 第一节我们会看一看 华创的业绩 而我们分析这份业绩的就是 要财政院研究部分析员 譚茜茜茜茜茜 阿诺 你好 阿诺 你好 看到华创刚公布了他们最新的业绩 之前都发了刑警 出来份业绩当然就不是太好 看到他们逐年就蚀了超过1.6亿 市场都解讳为 他们在Tesco方面的业务 都还未能止血 看回他们的细项业务里面 都不是做得很好 可不可以先帮我们看看 整体的业绩 你觉得是 可不可以这样说 叫做不对版的 问题是否叫做好 叫做好过市场预期 肯定不会是好过市场预期 因为其实你说 其实现家的业绩 市场本身一早是预计了 所以你说不会说好过市场预期 其实也不会说特别差 市场预期之间 但是你会看到 华创特别大家留意到 就是近期来说 其实股价都已经跌了很多 所以你说你业绩上做得差 都可以说反映了一大部分 始终说公司 之前一早就发了刑警 都说到会有个亏损的情况 其实看今天公司出完业绩之后 都有说 现阶段 盈利将会转差 甚至说今年2015年 都预料华创 都未必那么快能够回复盈利能力 就算有钱赚都好 都是说一个很微薄的数字 不会令到市场有个惊喜 做得差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 当然跟Tesco那方面的合作 进度非常缓慢 甚至市场都觉得可能要多三年 才能够开始去发挥规模效益在这里 所以你说看短期来说 和Tesco合作完全没有憧憬下 都令到他们旗下超市那方面的业务上面 一直以来这方面的业务 都是说华创里面最大的核心价值在这里 但是你说看回到 如果和Tesco合作仍然相对比较缓慢的话 连他们这个最重要的业务上面 都做得不好的话 这方面会有个很大的冲击作用在这里 第二 会看回到公司提及到 都始终跟中国反车次等等的政策在这里 是有个关联性在这里 始终说华创 除了说旗下的超级市场之外 另外说中藝等等 这些买高档的服装 或者高档产品的这些市场上面 始终跟内地方面反贪 或者说打车次品这方面的政策上面 是有个挂勾性在这里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业务上面都是做得不好的了 另外第三就说 始终说整个零售业 特别在内地市场上 大家都知道 现阶段 甚至刚刚在两会上 绿克强都有说到 电子商贸的发展是非常之快的 甚至政策上都会继续去扶持 但是你看到华创面对着这些因素 反而是一个利胆因素 所以看回公司本身的零售业上面 现阶段都面对着很多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 之前提及到过三个问题 包括说的是 Tesco 方面 电子商贸方面 甚至说的是 反车质方面 这些因素上 短期来说 都未必能扭转在这里 所以我相信 情况应该都未必能够见到最坏的时刻过去 但是对于它的看法是如何 始终提及到这些所有利胆因素 我相信在近期的跌浪上 已经发映了一大部分 所以我看回到 现阶段股价 我觉得没有什么冲敬在这里 但代不代表 未来来说 还严重有个好心 或者再有个深一点的调整幅度 这方面我就会有所保留 看回刚才你帮我们分析 零售方面的业务 就做得真是一样 你见到第二大业颜颜的啤酒业务 其实顺利也有些倒退 食品方面的业务更加倒退 只有饮品方面的业务 顺利有所增加 但见到饮品方面的业务 占的业颜颜 可以这么说 相对是核心业务里面最小的一部分 未来这几方面的业务 会不会有些起色 内需市场可不可以这么说 暂时可能都未见到曙光 看回内需市场未必是太差 不过来说华创的其他业务上 其实啤酒业务近期来说 都有大行对于华创旗下的雪花啤酒 或者金威啤酒 有个正面点的看法 但你始终见到今次的业绩上 其实内地的啤酒市场上 仍然面对着一些小麦的价格 或者其他的原材料价格 相对其他的行业来说 原材料成本没有跌得那么厉害 都面对着成本上升的风险 而最大问题就是 啤酒行业务竞争相对比较激烈 我认为这方面 短期来说 在啤酒业务上 都很难说会令华创业务 有个明显做好的迹象 但我会看到 其他飲品业务上 的确可能有个增长 但我相信只是属于一个 基数较小的因素 甚至在其他业务上 始终占比真的不会非常大 而大家看华创 最关注的都是零售业务方面的表现 但在零售市场上 现阶段内地方面 特别是他们做的 主要专注在传统店铺上的零售业务 在这方面 未来来说 都会继续跑输同业 所以论业务上的表现 未必有太大的冲劲 唯一是华创现阶段 最大的投资价值 可能会看到 始终现价对于NAV 背股资产正值折扬幅度 都不小 对于内需股来说 折扬幅度有差不多 接近两成三成有多 这方面在估值上 的确可能找到支持 不过 如果未来来说 仍然见到 好像和Tesco合作那方面 进度仍然未有任何改善的情况 我相信这些因素 对于他们未来长远的NAV 就会有机会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 刚才你给我们分析过 华创的股价 某程度上 都反映了大部分的利好因素 不过如果从估值角度来说 现价在下跌的空间都不大 你觉得如果未有货 投资者现在应该怎么操作这个股份 博反弹就一定不建议 因为我到印象中 之前就没有说过任何的利好因素 纯粹只是说它反映 现阶段它的利淡因素 虽然你说利淡因素 已经反映了一大部分 但正如之前所说 其实最重要就是说华创方面 现阶段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利好因素 至少我是想不到任何利好因素 有办法可以支持股价 做反弹 唯一你说 为什么现阶段如果有货 我觉得暂时可以再拿着 因为华创的股价 股值上真的相对比较低 如果市况转好一点 有机会炒上来 但是从直博率方面 这些位置去吸纳 我就真的未必太建议 但是有货的 始终之前提及到 现阶段你看到业绩上公布 每股资产值值差不多有20元 但相比上来 现阶段仍然只有15元 这些位置 股价对NAV折扬 都有两成三成有多 始终在内需股 内地经济仍然相对地 特别在零售市场上 虽然有转产的迹象 但未必有长远疲弱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股值上 真的有少少落后 所以对于股价来说 都有短暂性的支持 但是长远来说 都可能要看公司 和Tesco方面整合的步伐细点 所以我觉得有货的可以拿着 但留意从图表走势上 如果这些位置有货的 先拿着 但是要留意之前的低位 14元这些位置 始终说股值便宜 但始终基本因素真的差 未来来说NAV可能有机会下跌 所以我看回到 如果股价再进一步跌穿 14元这些位置 我就觉得要理性地指示 但是如果不跌穿14元这些位置之前 短期后市来说 有条件等技术反弹 但如果能够反弹到 大约是16元17元这些位置 我都觉得要考虑先行估出 至于估值低 是否利好因素 投资者可能要指行判断 我们再看看另一间公司的业绩 就是这个3311中国建筑 看到中国建筑出来的一盘数都不错 多赚了超过两成 中国建筑主要在内地做保障房的兴建 涉及了一些境外的基建业务 未来这盘数做得不错 股价在5后都升了1%上来 去到10.86元 未来这份业绩会否继续支撑股价向上 其实中国建筑 为何建筑股当中相对做好一点 最主要说到公司 不单在内地业务上 香港的建筑工程项目的数目 都非常不少 大家也知道 近期来说 大家看到香港 包括未来可能有机会 有第三条跑道去建设等等 这些基建项目 数目仍然是未来增长得非常快 所以看回到公司仍然有两成多的增长 这方面不会感到很意外 但是业绩强劲 最主要市场 可能一直都担心这些建筑股 其实最大的问题 建筑股可能担心 好像面对着人工成本上升 等等的风险因素 但是我想你会看到 人工成本虽然有个上升 但是从上半年业绩 或者今次份业绩上面 都见到在香港市场也好 内地市场也好 中国建筑由于规模较大 都见到成功将人工成本相关的风险因素 去转嫁给一些可能地产发展商 或者建筑商等等 所以我想看回到 中国建筑本身没有太大的风险问题 但是最大的问题 我想始终说 中国建筑股价走势 相对地一直比较落下 或者升不起的迹象 其实香港市场上 我相信都仍然会成为公司 一个最大的利好因素 因为未来来说 基建项目仍然有非常多 但是内地方面 如果你看回顾头方面的表现上 现阶段都仍然有个不断转弱的趋势 但是我觉得中国建筑这些地方 之前提及到 内地经济放缓 固头转弱等等的风险因素 已经发映了一大部份 这些位置 我觉得有条件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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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未来来说 一旦见到一些刺激政策 我相信都在未来 都离不开固头方面的刺激 到时候中国建筑 由于本人的基本因素都向好 连接一段 股价去到12倍PE 我觉得会有条件做大一点反弹 所以有貨的可以繼續拿著 甚至未買的我覺得都可以留意這隻股份 從技術走勢上面 為何這些位置值得留意 我覺得論直博率這些位置是吸引的 在10.8座這些位置買入 只要將止泄價放在10元這些位置 承擔風險都是6-7%左右 我覺得沒問題的 不跌穿10元這些位置 可以等技術反彈 短線阻力維繫一條50天線 11.3這些位置 但如果能夠突破的話 我覺得股價的目標可以看回12元這些位置 聽完安樂幫我們分析兩隻股份之後 似乎中國建築股價相對比較直博 這一節很感謝安樂幫我們分析兩間公司的業績 剛才提到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謝謝安樂 待會回來我們會繼續解答家庭觀眾問題 你的民估熱線是204-6566 稍後見